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 感谢粉红的鼓励啊 这就算开始啦 大点点啊 不见是吧 别着急啊 这个拔门离开了就不见了 这个 这桌子靠钱了 这样行吗 可以是吧 行 谢谢几位啊 这是我有生以来啊 第二次 说的事儿 给大伙儿说 这个 我不知道 我说第一次的时候 不知道老李宗盛是有来的事没来 或者看的 谢谢朋友啊 我都没点再看的事 这个 先闲聊这么几句啊 第一次说书的时候呢 主要是给书本帮忙 大伙儿都知道啊 他脑子哥收集一些那些下冰蟹酱的 该红烧的红烧网上都有事儿啊 这个 一个人他盯三个钟头 我帮个忙 说一个二小时 因为我之前大伙儿也知道 没说过评书 然后我上次说那个呢 怎么说呢 就是 严格意义上讲吧 不算是评书的形式 我给他起了个名 叫什么呢 叫李九村分享会 哈哈哈哈 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 我得说说 因为我对这门艺术和现在 这种游行趋势有一种理解 现在这个不管是做学术还是做娱乐吧 都有一个什么倾向呢 我自个研究的啊 对不对的 老几个咱们可以探讨啊 就学术上本 要的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娱乐化 我自己起这名啊 对不对的 您多担待啊 娱乐呢 学术化 啊 化你这来啊 为什么呢 都要有一定的娱乐基础 啊 这个 比方说这个百家讲坛 当年我的偶像鱼冰添手 哈哈哈哈 啊 后来呢 这个网上播的那个高小松老师 以前叫小松奇谈 啊 现在叫小说 啊 特别的好 那个插科大混之间就聊历史啊 他对克林顿怎么称呼 这哥们啊 啊 啊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这个效果 在这大家 嘻哈哈欢笑之余 就把这知识点给讲了 啊 因为咱们现在也不缺谁 教咱们 都上那么多年学 学那么多知识啊 这评书这门艺术 也是一样 过去啊 这门艺术不是说有高抬教化的作用吗 那是过去的时代 过去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掌握知识的人群 跟不掌握知识的人群 天差地别的关系 就是差距太大 现在呢 差距逐渐缩短 啊 因为大家都是九年级的教育师上学嘛 对不对 那知识领会也都差不多 都经过正组的教育 不需要这种形式来教育 这个根本做不到 啊 但是说书的形式 它就是书文系理啊 它就有正点意思在里面 怎么办呢 别生气啊 哈哈哈哈 就是人乐话 就是说着文 你看第一次还有说这个佛庄上面啊 穿一只西服来啊 不是我标心立意 也不是说华众许闯 都不是 因为穿西服讲评书说评书 这个我不是第一个好先生们 很多电视评书都这么干过 啊 还有穿西服说相声 那侯伯林大师 那是开针鼻子坊 都是有个 有个试验革新的过程 各不重要 为什么穿那个呢 哈哈 有两个原因 你先当伴狼回来 逼 不是伴狼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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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表示我对 第一次说评书 对这门艺术和对大家的重视 啊 因为那是症状 我认为这个比较 比较正式 而且还区别于这种打罐说相声的状态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实在是没有场合穿那件衣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忘了忘了忘了 结婚的时候弄两套 穿了一套 那套就没没上个身 哈哈哈哈 穿的 等会儿有这么个机会啊 这是玩笑话 玩笑话 表明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说诚心区别人家传统诚固 我没有那个标新立异的意思 我再说一遍 重要的事情说两回 哈哈哈哈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 因为大家也不缺知识 网络这么去上网查好不好 就是大家聊天 分享会 就这么一状态 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义 上次说书 这个形式呢 好多朋友听着有点有点乱 为什么会有乱的那个效果呢 也有几点原因 第一 我就以为啊 我在书馆就帮这么一次门 哈哈哈 往后就不说了 所以我把我知道的 尽量多的分享给大家 显着乱 二一个是什么呢 他这个小说都是这个张回题小说 一回一回的啊 你别看九九八十一难路过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妖怪 他都是有一种逆境的关系在里面 啊 说到的时候咱们会说啊 我呢是摘起几点给大家介绍 主要介绍的观音图子啊 琢磨比较多啊 我今天呢就这种这种说法有好多朋友认同 也有的说有点有点乱 我呢怎么想的呢 就还想按照人物来说 你看咱们的史书啊 春秋火转 春秋 第一步叫编年级史书 就是流水战啊 就是 那时候以以辱国为纪念嘛 啊 一年二年发生了什么就叫事件啊 后边的大量的史书 二十四史 您可以看 基本上都是纪传的史书 以史记为代表啊 还阴和列传啊 讲的就是韩信 啊 项羽本记啊 讲的项羽 它是什么呢 就是以人物为线啊 这同样一个事件 可以在韩信这里边可以描述一部分 在刘邦那个传记里边也描述一部分啊 你组合着看啊 发现他原来这历史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啊 这个是什么呢 读起来有意思的 而且呢 历史人历史就是少数人书写的 这是他们的那个那个解读方式 我呢提出上于这个 为什么因为西游业同篇巨制 这太大了 而且呢 好多故事大家都熟悉 啊 我怎么办呢 我就用那个讲述人物这条线路 来给大家讲述 好吧 啊 就是 我不知道大伙您听 不能说您听明白没有 我说明白了吧 OK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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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第一次说完 跟后台 来给老子哥 好来聊聊天 瞿瞿精 啊 的话就是撞了个 哈哈 就是瞿瞿精 当然 小朋友 啊 小朋友 就开词了 哈哈哈哈 那 瞿瞿精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 因为我时间和 就说一次想接下来播的给大家展示 内容吧 可能说的比较快 有好多地方 虽然说西游记故事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大家总得有一个 消化理解的播出 这是我舒服的地方 慢慢咱们改正 学术的娱乐化 娱乐的学术化 我总结两条 基本讲清楚了 尤其也是在台上说笑 也是演员嘛 就是观众朋友们看演员 琢磨演员 演员也照样得琢磨 现在的观众群体 这都是双向的 在我研究刚才说 娱乐的学术化 学术的娱乐化 这过程当中呢 发现了一个 就是现在新的动向 演员必须得积累自己的知识 但逆水行舟不进得队啊 现在这个饭圈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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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费我跟杨九郎 上台上合作我 剪那个一个腿子我挂着 是透红讯女啊还是什么做 他就来一次 我坐这 我坐C位 C位 我当时真不知道 啥意思 真不知道 后来这东西 研究不行 现在趋势就是这样 而且我现在发现了一个东西 虽然我没在爱奇艺看呢 就这部东西啊 就是提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是在三连周刊上 看的这么一个现象 结合到我们自己 这个节目叫什么呢 偶像练习生 看来知道了 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啊 形成这么一个饭圈的文化 这真值得研究 说到这儿我就坐不住 为什么呢 我非常欣赏 虽然我没看过 我都是间接的啊 我对不对的 您多提好回忆去 我没看过这个节目 大体上现在这些 这是一个圈养明星的过程 是吧 过去那个明星是什么呢 写生的 选秀 因为我对这个节目 还停留在当年给那个林宇坤投票 投票 还在那个时候 王雅丽址那我最喜欢 还在那个状态 什么叫野生明星 就是已经有一定的观众群 能力展现的差不多 来包装这样的明星 现在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众生平等啊 大家都是从这个海选 选这么几个人 通过淘汰制 是不是叫偶像练习生 练习生的过程 是不是 那么这里边观众朋友们的位置和心态作用发生了跟以前不一样的很多变化 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打算把这边一段像上面说去啊 是不是 加入到李九春明像的那个节目里去 干嘛的呀 我这都不爱听了 我说了啊 我现在接着说了啊 就这种环境下啊 在这种培养灵星的环境下 粉丝看的是什么 跟过去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不单是简单的天赋的展示 好看的皮囊 虽然我都具备了 漂亮 我说是这玩笑吧 还关注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有趣的灵魂 和他那个被你认同的 代表你正义感 当今社会以认为罪认可的人品 非常重要 这非常重要 而且相当难 偶像练医生出来这些呢 我觉得会非常厉害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这暴露在显微镜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你干点什么立马 自媒体哪媒体就能出了 很多负面新闻 早上一大批这个明星不有的事吗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要求这个艺人 培养偶像的这过程当中 不单有才艺 还要诸中一的人品 这个人品还必须符合粉丝们 粉丝现在叫什么名 都叫半圈的 用半圈的 这些人的这种品类 你必须跟他合成一条线 现在粉丝不单是掏钱 买票 到现场捧绝 不单是了 我觉得肩负起半个以及半个多经纪人的作用 确实是这样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是哪可怕呢 不是说大伙可怕 现在发展社会就这样 作为演员来说太可怕 太难了 真正的显微镜下的生活 你哪有一个坐得不到的地方 立马给你抱出来 人设立马就昏啪了 是不是 而且你有好的地方呢 大家还都能发现得了 我看这偶像练习生里好像有一个细节 一个某个人物啊 这人叫什么我 我没记住 真没记住 好多粉丝 粉他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这人呢 跟女生合影 合影的时候呢 这个手啊 要搭着这个肩板 可是搭过来的时候呢 这手没实放在这肩板上 悬着 对女生的一种尊敬 哎呀就这个细节 好这方饭吃就 疯了你 不管他是有意为之 还是我稳幸善良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反正给人家好的意见 这个太难了 大伙这么多明星里边 那词怎么说 屁 这些什么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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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个发音吧 PK PK 不是PK 是吧 你叫PK PK 就是全球性 对自己的力量 实在是太难了 说到这儿呢 给列位拱手啊 我这几个孙子虽被出道 我这几个孙子虽被出道 真有关键 偶像练习生 其实德育社就是在师父不明所以的情况下 不同意 不同意没关系 是他在事情的情况下 真正的他就是一个 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偶像练习生这么一个过程 到底谁走到最后 扬诚各位 他们要说言归正传 好不好 言归正传接着说这部西游诗课传 天下苍生 熙熙攘攘 不畏明来 但为立网 天下苍生 蜜蜜扎扎 也有沉沦 也有浮夸 天下苍生 安之落宿 不免辛劳 风餐露宿 天下苍生 趋之若鹜 喜尽天华 灵魂虚物 天下苍生 盈盈狗狗 不论顽童 不论智手 天下苍生 纷纷扰扰 君若修行 佛系 最好 这个不是什么成型的定场诗啊 这是我前几日 否则几句涂鸦 分享出来给大伙听 这个佛系啊 不知道 把它哪传过来这么个词 对他的理解呢 我也在百度上搜过 我也刻意的选择性的遗忘 他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咱们修行这个法门有很多种 怎么叫佛系呢 现在这个佛跟过去的佛 佛教啊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咱们这也不是讲坛会 也不是 为了这个宗教的这么一个解释 主要是为咱们这部书服务 佛是什么呢 天龙八部看过吧 这是金英先生写佛的一部小说 这个《笑容江湖》写的是道 写的是隐士 天龙八部里老和尚说过这么一句话 那个扫地神僧啊 这是世界第一高人 佛既是觉悟 旁人不可指点 旁人只可指点 不可内容 觉悟 就是大觉正果嘛 就是个觉悟 这位玄妙 咱们也不去解释它 也不去咱们不是参禅 这是禅宗的理解 觉悟更近一部说 更准确的一部说 是什么呢 是顿悟 顿悟 就是涂海乌烟 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作 顿悟 为什么要禅宗发展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样旅行手续很简单的情况下 这门宗教才会迅速的传播 占领大量的市场 占领大量的市场 可是之前的佛教 从西方从印度传过来 那个佛教 跟现在的禅宗是两回事 这个禅宗 现在的这些大部分的禅宗 都是六五贵能 从那时候开始 晚上传的 就不成那首诗嘛 不停一飞入 一定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我神埃 就是禅宗 是修禅的一个过程 之前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一个巅峰 就是唐朝的时候 把唐僧 玄奘法师 西渡到印度 驮回来那些经典 到了打唐 长安以后 受到唐太宗热烈的欢迎 成立了 他是开派祖师啊 佛教的一个派支 是什么咱们就不去探讨 总之修行起来的法门 相当的难 晦涩难懂 修成的人 是凤毛麟角 特别的少 后来六五贵能 改成禅宗 慢慢传过 才一打越来越大 这个玄奘去取经 当时 请示皇上谭太宗 太宗皇帝是不同意的 玄奘法师自己偷渡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 历经先行反骨 夺回那些文字 经书 佛像 等等吧 文化的交流 跟咱们的小说西游记 这是咱们小说西游记的题材 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当时他的弟子 玄奘法师的真实的弟子 写了很多这个著作 介绍玄奘法师西游的 这一个过程 是别的国家的风土人情 政治外交等等 再有再传弟子 在这个基础上 加了一些神话色彩 慢慢伴下 林传春的小说 基本的雏形在宋代 元代的时候就已经成行了 元杂俊就已经成行了 这个唐僧曲经这个故事 那咱们现在看的这个西游记 是哪个版本呢 昨天熬了一宿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看这个 弄这个小说原版 这个到底是 这个学术过程 太闹儿童 太复杂 简单解说 简单解说 是咱们现在流传的版本 摆回 张回体的 咱们记得啊 西游记你要介绍 会有一个名字叫明清小说 他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是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不断的修缮 这么一个过程 如今到现在 这个版本大体上 是哪个版本呢 哪个版本呢 因为这些东西啊 说实在就是考译起来太难了 我还没记住啊 万历二十年 就是又一五九二年 南京的一家叫世泽堂 一个出版机构 出版的那本书 叫新客出向官版大字 西游记 全名啊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必要 我都给写上 没必要被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小说 基本上就是按这个版本 流传下来 但是这个中间呢 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咱们就不一一去介绍 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什么呢 主要想想想这个唐僧 就是三藏法师 讲的是什么呢 讲一个人 得从他的身世开始讲起呀 想讲讲唐僧的身世 唐僧的身世 在全书当中 什么位置写的呢 第八回第九回中间 形式是附路 注意是附路 不是正经的回目 也就是说 他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刚才介绍这么多版本 你看我记录这么多版本 干什么呢 就是在考究这个附路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结果是什么呢 不确定 就是考究啊 因为他做学问的状态 确实必须要严谨 但是作为评服书来讲呢 只要我消化了 我自己说服我自己了 就能给大伙说 是吧 可是我是怎么说服自己的呢 昨天我都经历一些什么 这个附路啊 说良性话 漏洞百出 当然既然他是神怪浪漫主义 神怪的小说嘛 这个有漏洞在所难免 但是这些漏洞很多的不好弥补不好解释 你想 原本 就是咱们万历十二年 就这个啊 士德堂复的这本西游记 是没有这篇附路的 这篇附路呢 有人说是清朝的一个老道写的 有人说呢 是明清的时候 有人说呢 你士德堂这个版本西游记之前 就已经有成熟的版本 叫西游式恶传 就是推推推论啊 就是他们也是猜啊 也没有证据 就是无成根系的那个西游式恶传 原本里边他们叫独本 确实有这篇附路 而且是作为正经回目来写的 如果没有这篇附路 就是唐僧这个身世 后边很多问题没法解释 比方说 到达西天以后 来算唐僧 这西行一路 九九八十一难的时候 您听这前四难 金蝉遭贬 他是金蝉子转世嘛 他是如来活的二徒的嘛 如如如听经法转世投胎嘛 是刀匾 然后是什么呢 出生 几杀 几就是几个的几 就是几乎那个意思 就是差不多被杀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他为父母报仇 这些都作为他的灾难来说的 唐僧在吴提国的时候也说 我父被水贼打死 我母于三月后生我 这都是他有的绅士 这么一个主人公 连他的绅士都不交代 实在是不像话 我个人偏向于什么呢 原本里就有这一篇 现在作为附路来讲 因为附路这个开头 和第九回 关于胡子到长安去 找寻那个取经人的时候 那开头是一样的 好多的学术 我昨天经历那些 我就不跟你说了 卡头许诡 他们给怎么安插 这都不说了 总而言之 我认定这篇附路应该有 小说必须得完整 这小说 我把它称之为三部分 头八回是什么呢 孙悟空 出世大闹天宫 如来降服孙悟空 降服完孙悟空派观音 到东府大堂找取经人 这唯一一个段落 我个人认为 从这个附路到十二回 就是观音菩萨 怎么样在一个东府大堂 没有市场的情况下 让人去取经 之后这都是取经的过程 这么几个部分 这么一个主要的角色 他的身世必须给大伙介绍介绍 而且还不能一言带过去 实在是不像话 不像是说书 没有故事 光批讲也不太好 咱们就说说这个唐僧的身世 说唐僧的身世 得说他爸爸 他不是石头蹦出来 唐僧的爸爸叫什么呢 叫陈光蕊 这是那个字 陈光蕊 他叫什么呢 蕾 就是花蕾 那个蕾 叫陈蕾 字表光蕊 说到这儿又想往外说点 这古人这个名跟那个字 其实特别有意思 他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呢 有一种方式 起这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一般都是两个字 这俩字来解释他那个名秽 这是有很多的 大部分 很多吧 不能说大部分 有一大部分 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他叫陈蕾 陈光蕊 花蕊嘛 蕾不就是花吗 来解释他 三国里边也很多这样的人 诸葛亮 名字叫亮 他字呢 孔明 都是光亮 张飞 张飞 自义德 义德 义是什么翅膀 是吧 带翅膀的德行飞起来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观鱼 女毛的鱼 云长 在天空中飞嘛 就指的那个字 跟他的这个性格 他叫光亮 这肯定是这个评书人 作者 他自己写的名字 那么跟他这个绅士 跟他这个遭遇 有什么关联没有呢 没有 就叫这个名 时间在什么时间呢 贞观十三年 这个年号 这个时间 在这部书里是最诡异的时间 贞观十三年 天下太平 海燕和清 有一天 这个韩太宗升级坐垫 这个大丞相 知道是谁吧 魏征魏大丞相 出关奏文 说现在吧 该那个开课考试 那个为国家选备人才 那太宗同意了 于是下边就开始开课考试 科举嘛 科举的消息传到海中 也就是陈光蕊的家乡 陈光蕊知道信以后 自己是个读书人 跟家里的老母张氏辞行 要进京考取无名 简短一些说法 因为这细节不给大家说了 没意思吗 到了长安以后 高中状元 一举着重 这个状元法 其实它是明清小说 写的肯定 它是当代的那个历史 它有历史的局限性 其实科举制 在隋唐开创 适行以来 在唐太宗那个年间 还没有状元 高度状元三甲 还没有这个名字 有叫榜首 有这么个名 但是没有说状元郎 现在状元房 演叹花 这都没有 而且受的官职 都是特别小 宋朝的时候 还都特别小 投名状元 还受了一个酒品的餐职 这是颜外之一 跟咱们主题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说呢 批养一下 当时是按照明清社会 它来写 并不是唐朝书的历史 高树状元之后 跨马游街 很多明清小说里 都有这样的剧情 叫什么 那个女驸马里边 有那个形象吧 黄门戏 卯金华套 阿浩喜宣 泛马游街 这一天来到哪呢 来到丞相殷开山 他家的府门口 干什么一桩好事 上回书也说了 抛秀球 成像的闺女 叫温娇 温娇小姐 抛秀球择训 正好这陈光瑞 跨马游街 打在这秀楼底下经过 这个温娇小姐 拿着秀球往下看 也不是他近视不近视 三个六九等 什么人都有 跨马游街 起码的高啊 成光瑞长得又漂亮 一表人才 相估这成光瑞 一个秀球下去 还真是三分反观 那边 打在这成光瑞身上 打完成光瑞 被选中以后呢 立马被人拉进了府衙 跟专相和有夫人见面 问问吧 你是哪里人啊 新科状元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得知是新科状元 嘿高效 我归你选的这个 这个家序啊 真好 当天拜堂成亲 入洞房 就这么快 这个小姐 怎么那么 怎么不急 这都是疑点 这都是疑点 其实这个抛秀球啊 这个德序啊 历史上有没有呢 我考究了 有 确实有这样 我一直就以为 这个小说 未来是什么 是自己 撰写的这么一个剧情 来 博大家的本目 就吸引您的眼头 看着有意思 读小说嘛 就为了读有意思 历史上有没有 有 可是过程跟这个 完全不一样 玩法不一样 那个怎么玩呢 也可以是大呼人家 小姐要择序 怎么办呢 说要抛打秀球 形势差不多 但是他是有一个 什么在前提呢 有一个排选的过程 你得拿着门票 拿着外帖 才允许 才有资格 背这秀球大陆 他有这资格 那肯定就是 当地的 什么乡村啊 王公贵族啊 必须是本家认可的 这些人 先出事 先筛一轮了 从这一轮里边人选 也不见得是扔秀球 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可以是对对诗啊 可以是 不不见的 也都没准了 就说呢 有这种抛秀球的方式 实在不行了 哎呀 实在分不出来了 这姐姐都好 这一句 不能试多呼 这玩意怎么办呢 随便砸一个吧 有这样的事 但是跟咱们小说当中 修计里边 这个文教小姐 这个形式不一样 随便打了一个 到后边 立刻拜堂成亲 成亲 第二天早晨起来 杜皇花竹夜 第二天早晨起来 皇上升殿 魏征奏文 要给这个 投名状元 陈光蕊 授予官职 授予何职呢 江州州主 州官 这个可是 因为这个唐朝的时候 这个这个行政制度 跟咱现在也不一样 这也不是重点 咱们就不去说 说一个州官 总之挺大 让极客赴任 圣旨传到丞相府 接到圣旨以后 陈光蕊一看 那就不能脚趾啊 走吧上任去吧 带了一个书童 带了他的媳妇 这就是上路 去江州上任 这个过程当中 他变道 也就是顺路 回了一趟他老家 回家他有个母亲呢 接着母亲 一块去赴任 到了海州 跟张志宜见面 张志宜看 好小子 进度真快啊 金广提名时 洞房花竹夜 你老小子一天就办法了 行了 庄喜临门高校 收拾行李 跟他们一块 到江州赴任 走到哪了呢 走到洪州 万花店 打监住店 你要说这个时间啊 这是咱们要主要讲的 春围 是开春的时候 取试 开课取试 暮春时节 按阴历算法 大概期也是个 三四月份 这个样子 高洞状元 第二天 你应该听明白了 入了洞房 第二天天亮 马上带着家童 接上母群 就去赴任 这个过程是相当快的 到了哪呢 到了洪州万花店投店 到了万花店投店呢 他这个母亲呢 陈光瑞的母亲呢 这个张氏老太太 身染疾病 就病倒在那 耽误了那么几天 这陈光瑞也是孝子啊 跟他伺候了几天 这几天呢 发生了一件事 他母亲身体不好 陈光瑞呢 打算给他母亲 改善一下果实 整小外边 有一个渔人 打鱼龟来 打了一尾金尾鲤鱼 金鲤鱼 他就把这鲤鱼买下来 打算做一道菜 给他母亲 补补身子 当把这个鲤鱼拿过来 女儿俩这一看 这位鲤鱼与众不同 跟别的不一样 首先颜色吧 鲤鱼那个色嘛 金尾鲤鱼啊 这放罐啊 他要跳红门的呀 主要说是呢 他的眼神不一样 跟一番的鲤鱼不一样 跟他妈说 说娘呢 我常听说 这个蛇鱼眼睛 如果像成这样 必不是凡间之物 我呢有意放生 老娘您意下如何 他妈一想这是好事 放生去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 问这个鱼 这鱼从哪打的 就从红州的红江里边打的 来到江边 把这条鱼就放生了 放生以后 转回到贯花店 跟他抹进张事就商量 说你看 皇上这个诏书 让我即刻去赴任 咱们不能脚趾啊 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张事老太太 怎么说的呢 说我这身体还是不行 现在走不了 马上天就热了 注意 时间 他牧村出来的 到这儿到下去了 天气炎热 我也这个路途遥远 我也没法行路 你这样吧 你带着夫人 还有这书童 你们先自己先去上任 安顿好了一切 也到秋凉了 就到秋天的时候 你再派人来接我 你多给这个店里 多给点银两 我跟这儿多住些日子 你们先去 不要脚趾嘛 你不要委扛圣旨啊 公事要紧 自古忠孝国能两全嘛 哎 说的挺好 从这店里留了一些银 老太太在这住着 陈光蕊带着夫人 带着书童 小行夜宿 一片时间 到哪呢 红江的码头 打算登船 前往江州赋任 这中间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呢 遇到贼了 他们顾的这艘船 有两个水贼 刘洪李彪 两个水贼 这俩水贼 水贼 这两个人呢 书上说啊 见色起 也有说 见财起 就看这个 温江小姐长得漂亮 又狗狗 又溜溜 书上还真有 陈云落雁之龙 碧月秀花之帽 来形容 就是长得漂亮 见色起了歹意 把船行至江中 夜半时分 杀了这个书童 打死陈光蕊 把陈光蕊的尸首 打入江中 沉到江中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 这个温江小姐 是什么表现呢 一看乍故被人打死了 打算以身赴水 赴 就是奔赴 那个赴 怎么理解 要殉情 就是要殉情 我的战路被人打死了 这还了得 他反正说是赴水 理解是殉情 也可以是 我上水里看看 没有啊 也没玩 他肯定叫跳水 要跳河 这个时候 水贼流红一瓦 把它来过来 把刀架在脖子上 说了那么几句话 你若从我 万事皆凶 你若不从 一刀两断 就他用的这个词 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物 在这个场景里边 一刀两断 意思很简单 直译 我就杀了你 你要不听我答 你要不从了我 我就弄死你 但是一刀两断 这个词 是不是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的奇异 对不对 什么叫一刀两断呢 分手吧 对吧 这叫一刀 断绝的是关系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等马后再说 不着急 不着急 我不让我 我不上 这个温娇小姐 听了刘红这些话以后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本来想 以身 逊夫 逊情而俗 跳水是吧 现在她这么一说 后来这大伙子也知道剧情 温娇小姐就从了 理由是什么呢 陪我孩子了 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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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李彪你要我要啊 随和 随和 是什么呢 是她深知自己 身怀六甲 怀孕了 这是这个故事啊 这不是随和吧 想随和 我想怀孕了 怀孕了 我看我想哪屁啊 他知道怀孕以后为了保全这个孩子 就从了这个水贼刘红 刘红干完这一票事以后 爱说他是个水贼呀 你结了色 结了钱 你就走你的呗 接着当你的水贼去吧 哎不 这刘红有点 有点长远的燕官 他怎么办呢 穿了陈光蕊的衣装 拿了这个诏书 冒充陈光蕊 带着这个温骄到江州赴任去了 一去 十八年 这中间就没让人发现 这都是很奇怪的地方 这个剧情写得特别鬼畜 确实 到了十八年 朋友们 眨眼一回音啊 没什么事啊 单说这个 沉到江底的陈光蕊 死了没有呢 没有 死了 西游记里边这个死亡 他是有自己的设定的 不是说身体自然死亡 他那玩意里边有灵魂 这玩意 挺交命 肉身已经死了 灵魂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 到这个被小鬼带入地府 按照你在阳间三世的作为 你是积德了 你是行恶了 再来转世投胎 来给你判刑 就那个意思 可是这个陈光蕊这个尸体 到了江底以后 有那巡海的夜叉 发现了这个尸体 就暴雨 胡将这个龙王得知 这个龙王一看陈光蕊这个尸体 认识 怎么认识呢 当年他放生那只鲤鱼 就是龙王变化的 也不知道这个龙王 为什么这么咸的 这个都是暗切 这个都是让人 很蹊跷的地方 你当龙得了呗 鲤鱼马上跳龙的变龙 你干嘛又变 你是龙王那么大能力 还让人一个鱼人一网给捕捞 就捞上来了 对不对 这都是故事 这都是有隐情 肯定都有隐情 发现这陈光蕊自己的救命恩人 怎么办 那得尖根图报啊 我也得报答他 派人到当地的土地庙 城隍庙 把陈光蕊的这个三魂七魄 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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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放在他这个身上 放是放不回去了 必须有法律途径 这个途径 必须在地府 或者大罗金仙才能实现 他这个龙王爷 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龙王爷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得定炎珠 发现西游记里老有这个神奇的玩意儿 好像哪个 井龙王才有定炎珠 什么意思呢 就拿着定炎珠 把这个尸身放在尸身上 防止尸身腐朽 他的灵魂呢 就收在这个龙宫 当了一名小官 在他的手底下办事 就这样把这个曾光蕊给收留了 尸身跟这儿躺着 他不能还魂 人另外得得有技术 才能还魂 他那灵魂就在那个水湖里边 往那干活了 俩虾米打架了 瞧瞧瞧瞧 干点热的 但是说这个陈光蕊 咱们廖定先不说 跟这儿躺着 跟龙宫里边躺着 单多这个刘宏 还有这个温焦 二人到了江州 这十八年相安无事 居然相安无事 居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能都相安无事 中间最主要的 他给唐僧得出事 唐僧什么时候出的事呢 打死陈光蕊之后 三个月 也就是到了这个江州 这刘宏冒充陈光蕊 地方安排都已经妥当了 没被别人发现 三个月之后 这温焦 在家呆着 这个原文写的挺稻的 什么意思 跟人家呆着围着干 跟那儿闷坐 不 生个孩子 不觉生个孩子 原文叫不觉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他生个孩子 你这是傻家门 生孩子 你不知不觉 生了个孩子 生完这孩子以后呢 就有神仙给他托梦 告诉来的是谁 南极星君 说我奉了 观音菩萨的法旨 特送此子于你 你要好生照料 此子以后大有作为 非同一般 刘宏若见此子 必然害之 你要切记 切记 说完就走了 南极星君 带着观音菩萨的画 温焦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听明白之后 醒了以后 想怎么办 刘宏 避害辞职 我这 鲁皮是我的亲生骨肉 怎么办呢 自己跟这儿琢磨 果然 刘宏回来了 见面以后 就要烟杀 烟 不是腌白菜 不是给他弄腌 是放河里腌死 这温焦的保全 这个孩子性命 怎么说的呢 说今日天色已晚 待明日我来处理 这刘宏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 刘宏 有公事 出差了 这刘宏特害出差 一到关键时刻 他就敷衍 真的 怎么办呢 这个温焦 抱着这个孩子 这是 这是唐僧的一难 前四难之一 叫满月头江 不是说这个孩子满月了 不是 是当天晚上 是月亮 大月亮 是满月 满月头江 到了江边以后 这个孩子 不能扔到水里 正好漂了一个木板 放在这个木板上 脱下了一个汗衫 包裹这个孩子 为了日后得相认 怎么办呢 咬破食指 写下血书 其使缘由都写明白了 放在这孩子的身上 要怕日后相认 没个记号 怎么办呢 咆嗆一口 咬掉了唐僧 一个脚趾 也就是说 唐僧 是一个身体不在健全 为什么他走西天那么不容易 他少一脚趾刀 走着累 走着累 那么咬下来 这个脚趾刀 哪去了呢 他就没没交代 但是咱们自己可以 可以琢磨呀 好不容易说 咱们就是文教本人 要放这个孩子 咬那脚趾 吃了 不太现实 弄熟了 对不对 放哪了呢 做个手是穿起来的吗 没听说 做个手是穿起来的 跟上挂他 跟上挂他 然后跟唐僧见面说 哎 脚趾刘在这 真应了这句话吧 生了孩子不会玩干什么呀 就没表 为什么说这个 还有这个唐僧肉 长生不老 都是谁传出去的呢 这都是咱们第一回说 都说了很多这种小悬念 今天我还不告诉你 这个咬下一个脚趾 为了是什么呢 以后好相见 就把这孩子放在木板 随江而去 为什么这孩子叫江流儿呢 就是他的来历 顺江而去 留到哪呢 金山寺 老和尚叫发明 师叔叫发 师弟叫发辣 金山寺怎么说那么多 他们的地方叫发郎 到金山寺 这老和尚修道 长时间有点道 没有成仙 但是读道很深 佛法讲得很好 正在山中讲课 讲论佛法 听着孩子提哭 到江边把这孩子救上来 看了这个血书 知道这孩子的身世 找人抚养这个孩子 养到18岁 给这孩子替住出家 起了个俗名儿 叫江流儿 叫江流和尚 这个和尚呢 18年啊 在这个 他是书上写 让人带养 长到18 这老和尚 自个自作主张 反正被剃除了 这也是不合理的别的 对不对 天龙八部都看的话 乔三怀养着这个乔峰 养父养母 一点没提 老和尚那意思 你给你养上 养大18 你教我啊 中间的过程 你都管了 18老和尚自己 把他给剃除了 起成江流儿 然后呢 从这个江流儿 佛法说 学的挺好 18岁 刚刚替住 就跟人变禅 佛法 你和尚什么 讲究变禅 变禅 有一个酒肉和尚 辩论不过他 怎么办呢 开始人身攻击 这写的很人性化 咱们讨论事情 我说不过你 我人身攻击 攻击的是什么呢 你这个畜生 你连亲咧亲骂都没有 孩子嘛 有情可原就怕说这了 哭着找这老和尚来 老和尚才把这 起始原由 跟他说明白 把这个血书拿出来 给这个孩子看 孩子一看 我母亲尚在人间 我要巡奴 找我妈去 老和尚怎么办呢 带着这封血书 到江州的府衙 找你的母亲 你假装化缘 到那你们母子相见 简断结说 这个江流和尚 到这个江江州的府衙 找这个温焦 还是你化缘嘛 找那 外卫化缘呢 这个温焦 可能也心疼这和尚 必须得见面啊 必须见面 进了二堂 一看这个和尚 眼前一亮 为什么呢 这个眼前这个 十八岁的少年 与我夫陈光蕊 长得是一模一样 克隆出来的一样 就这么像 为什么这么像 必须像 其实这写的很没有道理 肚子长得一模一样 不戴克隆 国际林多好看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 以下边的剧情 敌法不是很高明 见面以后 就是母子相认 拿出血书 母子相认 这个温焦呢 怕事情败露啊 怕刘虎知道回来 害这孩子怎么办呢 把这孩子打不走 日后咱们相见 怎么相见 这温焦呢 使了一个小障眼法 什么障眼法呢 跟这刘虎说 说我答应给这和尚 做一百双僧邪 现在也没还原 是我一块心病 刘虎说那有何难呢 他是州主啊 下令摊派 一家做一双 做好之后 你上哪个庙啊 我上金山寺 好 派两个牙役 带着这个温焦 温焦带着自己的心腹 丫鬟 带着一百双僧鞋 来到金山寺 跟那个老方丈 这个法明和尚见面 大雄宝殿之中 温焦小姐向天祷告 礼弊之后 一指这老和尚 老和尚出去 小和尚进来 小和尚进来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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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赐我一赌 树上真是这么简 给我说换了 老和尚是干嘛呢 是障眼法 带着那些和尚去分鞋去了 那有两个牙役 是牛红的眼线 领开他们 去弄这一百双鞋 大雄宝殿之中 小和尚江流文 跟他母亲相认 这个时候脱掉鞋袜 才认这脚趾头 确实是少一个 当年我给啃的 但是对得上对不上 没不知道那东西上了 没有 那也没有了 这才相认 叫他怎么办呢 叫他未复报仇 怎么报仿 我说第一 给你写一封书信 你到 你到 到庞安 到庞安 到京城 在王宫的左边 那是丞相殷开山 也是你外公的府邸 你到那儿 把事情的基本缘由 跟你外公说清楚 让他提兵来 搅留红 为你付报仇 其中还说了一个 还有一件事你得办 什么事呢 你奶奶 张氏和太太 让我们在万花店 扔了十八年 对吧 给老太扔了十八年 你得找 那个时候 文中写叫婆婆 就是有个奶奶 找你奶奶 把你奶奶 得给接回来 那是咱家人 就找去吧 先到洪州 原文中特地说了 从他出发那个地方 也就是江州到洪州万花店 多数里 一千五百里 行了一千五百里 到万花店 找他的奶奶张氏 万花店小二一打听 是几年前有这么个老太太 实在是没钱了 我们也养不起 在南投那个破窑里自己居住 以讨饭为生 你到那找去吧 简段结说 找到了张氏 听声音啊 俩一见面 婆婆 就这俩字 老太太耳伦中一听 好像我尘光鬼的声音 为什么像 这确实小说嘛 他就写 就把那写嘛 简段结说吧 这个 这娘俩也相认了 相认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 呆十八年啊 这个张氏老太太 想念自己的 儿子儿媳 成天哭 眼睛就已经看不见了 双目失明 听着声音 向陈光蕊 哦 你是我的孙子 哎呀 我能看看你多好啊 这唐僧 那时候叫江流儿 向天祷告 如若我的冤情能够昭雪 让这老婆婆重见天日 起的这么一个是 用舌尖一舔 老太太一双眼睛 老太太睁上去 双眼不明 唐僧可能会 白那张手术 看见以后啊 我与我闻 沉光水 一模一样 认下她以后 怎么办呢 把这个老太太 请到店房中 又多给了一些银两 说让老太太 跟这儿等一个月 我一个月就回 又多 这点两个光 都跟奶奶玩儿啊 一个月就回 干嘛去 搬兵报仇 简短结说 确实一个月 到了长安城 英开山丞相府 丞相支撸一事以后 勃然大怒 到了金殿上 启奏 唐太宗李世民 准发兵六万 这丞相统带 一直打到江州 简短结说 拿了这个江州的 这个假的全光维 这个阿红组制 然后又逮了那个 跟他合伙作案的 那个李彪 一块都逮了 李彪 这是政法呗 政法这个过程 很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他们这刑法有意思 李彪是什么刑法呢 做牧驴 牧驴啊 说吧 就是小说家言 真正的历史上 那个牧驴啊 比那个还残酷 而且好多 尤其到明清的时候 这边很残酷 他是封建礼教 主意的是宗教的教 礼教到达一定 变态母区的人性 那个心理的时候 才发生了这样的刑法 总之呢 这坐牧驴死了 那么这个阿红呢 他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就让这些人 带到江边 挖出心肝 来祭奠陈光瑞 大仇不是得报了吗 我们温妖小姐的反应 有点意思 当刚抓住这个刘红的时候 见着他的亲爹 亲妈 他的儿子 这个仇人也被抓住了 他什么反应呢 羞愧要自杀 我闻 一女 只是一夫 那意思 我这身子不干净 哎呀 这个仇啊 终于是报了 我呀 没脸活在这个世上 就要死 唐僧 跟这个 殷开山 他们死圈活圈 算是没死了 到江边 挖心肝 祭奠陈光瑞 循海夜叉一看这事以后 回报龙王 龙王说 时机到辽 你还魂去吧 送了好多珍珠 这龙王就乘猪子 还有住一条鱼带 鱼带都是猪子 都是猪子 老土猪子 送了一些礼物 让他还魂 他就活了 活了以后 夫妻相见 本来是一个特别圆满的结局 对吧 夫妻也相认了 这个殷开山 搅了贼扣以后 到金殿去交旨 陈光瑞又封了大学士 在朝中料理朝事 这个 唐三藏呢 就是他这个 那时候叫姜牛尔 这个小和尚呢 不愿意为官 也不愿意出世 在哪呢 就在这个长安寺庙里边修行 那那个丞相的 那个丞相跟那个夫人 就是这个 他姥姥姥爷 也都回来了 就这一个温娇儿 他怎么样了呢 书中一句话带过 叫毕竟从容赴死 刀丁还是死了 为什么 没说 故事给您敘述完了 大概其听明白吗 但是这样一个故事 漏洞百中 首先 时间 这事发生在 贞官十三年 陈光瑞重壮人 贞官十三年 这个 唐僧夫生 贞官十三年 考试之后 之后 唐太宗做法 那个水陆法会 超度王魂 也在贞官十三年 选这个 西天取经的和尚 也在贞官十三年 也就是说 唐僧剩下的十八了 这是一个硬伤 最大的 如果说他是败笔的话 就是 因为那不是一个人写的 是不是败笔 还在说 还是说你有什么意义 没有 都发生在贞官十三年 还有之前说的 这温娇小姐 整个这一个事件 玩的就是他一人 对不对 咱们从时间上算 他怀孕 是未婚先孕 对 他四个月就生了 你想啊 从重状元 一直到陈光瑞死 大概其 一个多月的时间 刘虹劫持达三个月后 生的糖增 四个月 还差四个月 就吃财子了 真正坐胎几个月 我不知道 四个月 他反正就就生了 而且 早产 早产没有这么早 四个月鉄锦不流了 四个月鉄锦不流了 我什么店 你们说什么 四个月 四个月 我见过那个四围的照片 赵四围啊 对对 采超四围 那个采超啊 赵四围 还没有什么人形呢 就跟那小哥哥搞妈妈似的 四个月才藏筛呢 对啊 这是一个疑问吧 还有这个 你说这温娇小姐 跟着这个贼人 活了18年 相干无事 还有这个刘洪 一到关键时刻就复材 对吧 你说这个复仇 你温娇小姐不能复仇 18年你给你的娘家爹 当了18年 丞相应该的 你给他取封信就救了吗 对不对 你脱着报个信就报不了吗 再说拿一个刘洪一个人 还非得要 禀名皇上 批了六万大军才来 缴他吗 就得一人 对不对 他江州州主子没有什么兵权 他那牙医指示 现在相当于警察这个职责 维护治安的 他没有兵权呢 这都是为什么呢 一定了 留着吧 说完了 说完了 上上来分享会吗 你想要哪儿说哪儿吧 好不好 没有答案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我的总结 有一个时间原因 我真想给大家说完了 这是我的总结 就由于这么多漏洞 衍生出现在网上 很多人写的很多批奖 就把自己当成柯南一样 来讲这个故事 都是阴谋论 他们是大概怎么想的呢 有人说这个未婚监狱 所以在抛菜球 抛菜球打着这个谁 这个陈光水 陈光水 其实啊 这是观音族的龙王 魏征联合起来弄个玩儿 对 设这么一个局 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唐三藏如此的出身 还有说这个刘红是这个他亲爹 网上很多 您可以去啥 刘红是他亲爹 为什么18年相安无事 对不对 你要节财节色 我就走了吗 我要复任去了干嘛 之前我改了相好 就已经怀了 我们俩约定啊 你跟陈光水走到这儿 不是我活弄就算了 上任 过18年过相安无事 你对啊 你为什么他夫妻最后 团圆他不是他死了 从容自尽了呢 我陪优弘一块儿 这些都是牵强附会 我认为啊 这些都是都是假的 那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为是什么呢 就为了给这主人 唐僧你得有个身世 就是这样 但是最关键一个因素 没分 就是其他的不值一搏 那些阴谋论 你可以去想 但是就这一个很关键 都在贞观十三年 这个没法解释 对吧 这要说小说的成书 小说就是小说 它是明清小说 很多人在里面添加东西 这个附录有的时候有 有的版本有 有的版本没有 这就是小说家言 必须给唐僧安一个身世 那么说来 传了这么久的西游记 这贞观十三年就没人给他改个时间了 为什么一直当作俘虏 一直留在这呢 还得我说 分享会吗 大家可以聊 可以聊 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啊 没有必要 这是一部神话小说 而且就他那怀胎的那个 那是观音娘娘送他的 是送这个温娇这么一个孩子 就没有必要 按照常理来说 怀胎几个月 一朝分娩 就没有必要 因为他是金蝉子的转世 转到他肚子里边 要他这么个出生 干嘛呢 第一 他老爷 是丞相 他爸爸 是状元 出身极好 那么唐蔡东 还能选择他 去西天去京 第二 也有点 牵强附会的理解是什么呢 为什么都发生在 贞观十三年呢 要的就是这唐三藏 没有成长的空间 没有成长的经历 就是这么一张白纸 最后西天去京 很牵强吧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无解 写小说嘛 就是把故事给你写完整 那么塑造这样一个 绅士的唐三藏 之后要西天取京 到底是他自己愿意去的呢 还是被逼无奈去的呢 他取京是要普渡助生呢 还是要干什么呢 咱们下回来 来老五啊 来 哈哈哈哈 不好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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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脚只15分钟 是不是也是少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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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你送我也行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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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